2019年的2月到11月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是政治類的新聞 包括什麼NCC開罰中間百萬 民眾怒公棄私用 全部都是事實查證 罰80 40 60 因為累加上去 光是這10個月就罰了有870萬 那其中還有一天是3月28號 一天被罰兩則 一個是政論節目 一個是新聞 我們現在來看 九孔的事件他跳出來講說什麼 看在大陣營大爆掛 在大陣營大爆掛拼外交 農漁產滯銷綠色執政 一千零一招的撒錢 這個也被罰欸 到底被罰什麼 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喔 可能看的內容 大家來評評理 罰的有沒有理 這是我們的大陣營大爆掛新聞 我們現在截取當中 所謂NCC認為事實沒有查證的部分 是在哪裡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九孔的事件 他跳出來講說什麼 一斤300塊錢根本都是假的 從來沒這回事 這是散布假消息 然後說為什麼現在九孔價錢 價錢會降那麼低 是因為放假消息害 鬼扯淡 人家陳勝福當地的漁民 而且當地的養殖農 然後他也是理事長之類的 然後他就直接跳出來講 一斤300塊人家講的是 產地的價錢 那你們要講的是 末端的價錢 你知道陳吉仲 每次都用這一招 之前我們講說 鳳梨跌價的時候 他也說不會不會不會 沒有跌到那麼慘 結果呢 實際上他講的是 最後市場上 販售的價錢 他都不會告訴你 產地價錢多少 就像那時候嘛 一公斤一塊錢 他也是說沒有沒有 可是產地價就是那樣的情況 我跟你講前兩天 他才鬧一個大笑話 當時我們中天不是爆 那個最低 就是最裂品值的 大概一斤一塊 然後中等的三塊 最好的五塊錢而已 一斤五塊錢 結果他說沒有這位 怎麼可能跌到這個價錢 結果你知道嗎 他馬上出來 這兩天說要補助了 一斤四塊八 那他補助一斤四塊八 表示農民本來賣的價錢 比這個還要低嘛 那他怎麼會說 沒有這個事情呢 那不是開玩笑嗎 然後文旦的事情也是一樣 他說從來沒有丟文旦 我們賣得很好 結果他們前兩天才好 他要補助 光麻豆區農會 他要收購一百萬斤 如果很好的話 你幹嘛去收購 然後他之前還在那邊鬼扯說 整個麻豆區農會 生產文旦只有三十萬斤 結果你光補助 收購就一百萬斤了 是啊 所以你看誰真正在放假新聞 就是成吉仲啊 那這麼不適任的 我就覺得監察院這些委員 你們都瞎了嗎 你們怎麼還不趕快 去彈劾他呢 這種人你還要讓他 繼續待在這個位置下去嗎 這種不要臉的人 為什麼還能夠當 中華民國的官員呢 好 我們先來看這一段 就是謝寒冰 他講的這個數字的部分呢 NCC有意見 因為農委會說 他已經公開網站說 這個收購價不是我們的來賓 謝寒冰所講的這樣 那包括了他說 農委會他說 高頻產地的金鑽鳳梨價格 美金十一到十三元 這個美金是美台金的意思 但我們中天新聞在日子 在這個新聞這個節目播出之前 曾經到關廟當地的鳳梨盛產地 當時剛好大陸就是說 禁止台灣的鳳梨銷到大陸 所以全部都滯銷 那當時最壞的壞國 美台金有到兩塊錢的收購 那農委會的網站還是有刊出說 台南美金九到十塊 那果菜市場的金鑽鳳梨 美金十九點二塊 這個是末端價格 東間還要扣掉運費啦 美金五點五塊等等 並沒有所謂的 一金一塊錢的這個事情 那媒體只要從農委會 或中央的相關單位查詢 就可以知道 那因為這個價格 對公共利益涉及很大 會嚴重影響到今天這個價格 收購的產量跟農民的 新農民的會引起農民的不滿 所以認為中天這樣子的評論 是違反事實 所以罰四十萬元 大哥這個罰四十萬元 這我們有去查證啊 謝寒冰也不是無敵放食啊 那農委會他標示出來的價格 才是真的價格嗎 實際上產地就不是這個價格 這樣罰四十萬 現在我們在打行政訴訟當中 好這件事情呢 有兩個說法 一個說法呢 是在108年的3月16號 謝寒冰的說法 他說在當地 他說嘉義產地的農產運銷合作社 的負責人某某某 他連名單行都講出來了啊 他說那個依照產地收購價格 這個上品中品下品 分別是五塊三塊一塊 另外一個呢 是同年的3月17號 農委會的說法 他說沒有 他那個大概是 一公斤到十幾塊錢 一個是謝寒冰的說法 一個是農委會的說法 今天NCC是說 農委會說的是對的 所以謝寒冰是錯的 所以今天中天 就違反了事實查證 我想請教NCC 你用哪一點證據去判斷說 農委會是對的 謝寒冰是錯的 有沒有可能是 謝寒冰是對的 農委會是錯的 農委會政府單位 就永遠不會錯誤嗎 各位別忘了 上個禮拜六的四大公投 四大公投題目裡面 不是我在講喔 連民進黨的游盈龍都在講喔 總統蔡英文的臉書裡面 反萊豬寫成反美豬 三接千里變成三接停鑑 好今天是誰在說謊 造謠假新聞 誰在說謊 是千里跟停鑑 這是一樣的事情嗎 萊豬跟美豬是一樣的事情嗎 違反事實了 所以今天政府單位 就不會說謊 就不會說錯嗎 今天來賓訪問了當地農產 運銷合作社的負責人 他說的東西就不是事實嗎 今天如果說政府都不用 講的東西都是經科毅律 都是聖旨的話 媒體要幹嘛去挖掘弊案 媒體為什麼要站在政府的對立面 媒體為什麼要監督政府 今天NCC憑什麼判斷說 媒體人講的就是錯的呢 他任何證據都沒有啊 對這個就到法院去辯論 那法官呢 很怕就是行政法庭的法官喔 沒有聽太多中天的論述 或者是提的證據 而引用NCC的證據 而且喔 我們其實喔 NCC如果要罰 他是當天就罰這一則 40萬 另外一則新聞也是當天一天內就罰 我們現在來看這一則是罰了80萬 獨立機關NCC 誰都管他不到 但他也什麼都不管 17號行政院長蘇貞昌直接點名開嗆 10天後NCC就對電視台開閘 祭出百萬罰款 他是一個獨立的單位 但是你們現在民進黨 都用你那隻魔手 你那隻黑手去控制他們 去要求變成你的打手 相較於外部的政治總動員 NCC才是最大的大屋 只准清德英文巨龍紅光 你不准國瑜鳳凰展示 這就是你的標準嗎 民眾的遙控器 絕對不是你NCC身上的那把道 號稱獨立機關 卻公然對民意電視台下指導期 連內容都要慣 當初蘇貞昌任台北現場時 家中醫師巨款說法前後不一 一連串的新聞操作 為何NCC就視而不見 所以應該你在要求媒體自律的同時 可能你必須先做好你自己超然獨立的 這樣子的一個地位跟形象 綠色恐怖 東場在線 一旦獨立機關提名形勢 NCC怎能不變 張CC背後那隻看不見的手 現在干預的不只是新聞自由 以及觀眾手上的遙控器 還有人民思想的自由 綜合報導 好 我們要看司法加油 有啊 有很多人說行政法庭 是這個蓋章法庭啊 就是說 駁回法院 駁回法院 就是以行政機關的 這個內容所寫的為依據 那另外一方呢就是提告這一方 不見得會全部採納他的意見 以行政機關為主 我們真的希望司法不是這樣 那就是因為行政機關他的不服 讓這個另外一方被中天不服 所以中天才會提告嘛 那中天提出很有力的證據 那在這個案子裡面 光這兩個案子 同一天就罰了120萬 120萬耶 他是把一個商業電視台 老闆的口袋當成提款機嗎 是 因為事實上這個罰款 就是讓電視台 它會有一個寒殘效應 讓他不敢做太 對政府太不利的報導 剛剛我講的就是說 今天政府要控制媒體 它這是蘿蔔跟棒子兩個手段 蘿蔔就是我給你預算 我買你媒體 讓你去順服我 然後不會報導對我不利的東西 那如果說你還不屈服 你還繼續報導對我不利的東西的話呢 我就罰你 真的很霸道耶 這個跟我以前去NCC 也是有面群喔 就說你們這新聞為什麼這樣做 那起碼起碼跟厲害關係人 這裡面厲害關係人 就是蘇貞昌嘛 你至少讓他20天同一節目 時段來更正澄清報導 他沒有喔 他同一天就罰了 那你後面寫上來的 後面補理由 他也似乎不聽不看耶 然後一天就罰兩次 我覺得現在的NCC 你真的要這麼讓人家覺得 你是獨裁專斷嗎 剛剛我進來前才看到一則新聞 就是今天一樣NCC主委 陳耀祥副立法院去備詢 那他接受立委 不知道是問了什麼問題 但是呢就講到最近 王力宏的新聞連燒四天 那這個有沒有新聞報過多的問題 而且各台都一致喔 你知道NCC主委怎麼講嗎 他怎麼說 他說因為觀眾愛看啊 愛看那這個是各家報導的自由 我不會去干預 哇那你同樣標準 你要不要對中天也這麼公平一點就好 你不要說對中天好一點 你知道公平就好 當初報韓國瑜的新聞 也何嘗不是觀眾喜歡看 而且收視力又那麼好 對 果然是說 收視力全國第一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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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